量化交易是未來的趨勢 而XQ全球贏家的量化交易平台 究竟有什麼樣的特色定位和展望呢 接下來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產品發表會的內容 將由加時資訊李正麟總經理 歐坤火副總經理以及來賓楊雲翔 三位主將者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XQ全球贏家最新的量化交易平台 讓我們再次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加時資訊李總經理 謝謝各位好朋友 今天這麼冷的天氣又下雨 還來這個地方來參加我們的發表會 這個產品我們一共做了十年 人家生小孩十個月就出來了 我們做了十年 我們同事希望我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這個產品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產品 這個產品我們到目前為止提供了哪些功能 以及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就用20分鐘的時間來跟大家分享這三塊 好 那第一個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產品 那我去查了我的Google Calendar 我們的第一次產品會議是在2010年4月8號 我的第一份文件是半年之後的11月15號 所以這個產品我們在2010年開始決定來做這個產品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產品的原因是 我想比較資深的跟我一樣年紀大的 我們都曾經經歷過財訊快報 我們去買報紙在上面畫線的那樣子的一個分析的時代 後來有了網路之後我們用AP在看盤 用網路在下單 那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去想 那接下來的世界金融交易會是什麼樣的形態 在那個時間點我們已經看到遠端的服務開始了 所以表示說有更多的數據可以在遠端運算 第二個PC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大 所以表示說有非常多的人的思維可以在電腦上面去實現 第三個我們有看到的就是手機 智慧型手機開始越來越普及 所以有機會讓你的電腦幫你運算 你只要帶著手機你就可以去監控你的城市 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未來的世界是城市去控制交易 人只要監控城市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當時候認為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做量化交易應該是該做的事情 好 那第二個是因為我們開公司 總是要跟世界一流的公司去做比較 在那個時候我們發現全世界一流的金融資訊公司 都有它的語法平台 Tradation有Easy Language E-Signal有E-Signal Formula Script MetaStock有Formula Primer 那大家最熟悉的是Martichart 那Kanas有Power Language 那2009年Martichart被代理進台灣 所以對家屎來講 去做一個語法平台是勢必得做的 因為不做我們就喪失了競爭力 好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 那個時候我們決心做 所謂的量化交易平台的原因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2005年XQ喪失之後 我們發現說有非常多的大戶朋友 一直來給我們一些建議 而這些建議歸納起來 他們需要更多的智慧選顧 需要更多的報價欄位 而且是經過運算的報價欄位 需要更快速的下單界面 需要更多多條件化的下單 這些需求可能A大戶需要的 B大戶需要的是另外一種 C大戶可能又要的是另外一種 如果我們今天提供了一個語法平台 我們就可以做到欠人欠面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一個交易的 Walk Station 所以我們就決心 真的自己開發量化交易平台 好 那在開發的過程裡頭 當然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先定位我們自己 好 那在量化交易的 有非常多的範疇裡頭 有人專注在高頻交易 有的只做演算法交易 有的是做程式交易 而我們認為 這個最近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小孩子才做選擇 大人全都要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就認為 我們要做的就是所有量化交易的形態 我們都要Cover 好 那第二個 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 我們到底是為誰而做呢 我們的目標是 我們要做零售型的交易平台 所謂的零售型交易平台 為什麼要做零售型的交易平台 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 其實如果你只會寫層次 但是你沒有交易經驗 你還是不會把量化交易做好 你的層次不會賺錢 反而是如果你本身很有投資智慧 你把你的智慧讓電腦去幫你執行 你就可以讓自己更輕鬆 但是你的投資智慧會協助你賺錢 所以我們要發展的應該是 讓有投資智慧的人 可以很容易的把他的想法變成自動交易 這是我們的想法 第二個是 因為隨著AI的演進 所以我們發現說 予以運算模型會越來越成熟 到有一天你不用寫程式 你就可以發展交易策略 當你不用寫程式 就可以發展交易策略的時候 所有人都可以發展量化交易 那我們就把自己定位為 我是零售型的量化平台 我不是為那些數學家 為那些物理學家做量化交易平台 我是為每一個人來做量化交易平台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定位 好 那 接下來呢就跟大家介紹的是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開發出來的產品 具有哪些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我先舉個例子 在一個量化交易平台裡頭 它主要的元素是 第一個你要能夠畫成指標 你要把你的想法畫成指標 因為這是視覺化 有了指標之後 你會看到規則 你會看到圖像的規則之後 你再去寫定你的策略 寫了策略之後你會去回測它 回測完之後 你覺得回測的效果很好 你才會去做交易 好 那在這樣的流程裡頭 我舉一個例子是 小弟我最近剛寫過的一個交易策略 那我呢 觀察到這個 主比錯的上市之後 我們每一個Tick都可以 把它拿來做計算 拿來做計算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把單子 分成大單或是小單 那我們假設 如果今天大戶 不管這是法人 還是公司派 他要買一張 他今天要進場買一張股票 他一定是盤在跌的時候 他會用力的去買 盤要漲的時候 他會一下子就把外盤給吃掉 我們是這樣子假設 先假設 好 那這樣子假設之後 我就寫了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就是去算 今天的每一分鐘 大單減掉散單之後 它是買草還是賣草 然後這樣子之後 我就可以畫成一個指標 這是當天經典的一個走勢圖 我會發現說 最下面是我寫的指標 是大戶買賣率 我會發現大戶買賣率 當盤下跌的時候 大戶買賣率不大跌 然後盤一漲的時候 大戶買賣率會上漲 那代表是 大戶今天站在買方 那如果今天大戶 正在買方持續的買 那今天如果我短線 就有機會獲利 好 那我看到了這個現象 畫出了指標 我就決定定出這樣子的交易策略 就是當這個大戶的買賣率 它是逆勢在累積的時候 我就要進場 可是因為小弟我不大會寫程式 所以我就請我們公司 神之存在的高手幫我寫 寫完之後我就回撤它 結果各位這個勝率高得誇張 83% 它是從今年的5月回撤到12月初 然後發現勝率非常高 那你知道我們這種人 勝率很高的時候怎麼辦 怎麼做 就嚇看看吧 所以我就拿了200萬 然後這個放在一個account 然後我就直跑這個城市 好 那下面是那個 那個11月份的對賬單 那個現在都流行對賬單 然後這個不好意思 我在各位大貨面前是蠻丟臉的 我說200萬大概就下了8000 一個月一個多月 其實到12月初 成交量是8200萬 然後賺了24萬 好 那 那剛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透過觀察 然後寫了交易策略 回撤覺得可以 實單 這就是說 加持電話交易平台已經可以做到 讓你把這整個所有的流程 都在我們這個平台上面完成 好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是 我們的語法呢 我們堪派勒是自己做的 所以呢 對於台灣所有特有的這些 當你有任何需求 你找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語法沒有support 我們可以很快的 就去調整我們的語法 然後去做出一個新的service 讓你可以把你想要做出來的策略 把它完成 舉個例子 那個 我有一次去看立哥 立哥說他最近做股票 經常那個追到強勢股之後 追所以就關緊幣 他問我說能不能寫個程式 在各股被關緊幣之前 可以通知他說 這檔股票快被關緊幣了 不要再追了 好 那我回來我就去研究 就發現說交易所 它其實有公佈一個數字 叫做累積異常注意股 累積異常注意股就是 過去一段時間 它已經被列為注意股很多次 今天價量在符合觀緊幣的標準 它就要被那個預售款券 好 那我們就去 把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引進來 然後我們用get simple informed的方式 那這是一個布林值 就是說如果它是儲物的話 就表示它快被關緊幣 然後我們再加上盤中的價量 我們去計算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盤中做到 確實是可以做到說 它如果今天價量在異常 我們就告訴你 要小心它會今天收完盤 它可能被關緊幣 那要做到這樣子 一定是這個compile是我們自己寫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發明一個新的語音法 來支援這樣子的寫法 其實這樣的寫法 各位看一下其實不複雜 能夠做到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能夠做到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 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因為很多大家都會問我說 那你除了台股之外 你能不能做其他的量化交易 那答案是可以的 舉個例子講 我們那個 最近大家都很關心台積電 我們想要去了解台積電跟台積電的ADR 它彼此是什麼樣的交互關係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是台積電的ADR的溢價指標 在這個城市裡頭 這個指標裡頭 我們用到了TSM.US 這是美國交易所 用到了2330 這是台灣交易所 我們用到了TWD.FS 這是台灣的外匯 所以我們用了三個不同市場的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畫出這樣子的一個指標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只要是加10、XQ有support的數字 你通通都可以拿出來做運算 好 那下一個特色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有支援了所有台股的特有的欄位 比方說大家都認為說我們租股票要跟著大股東走 那在台灣的市場上 我們有特有的台灣的大股東的欄位 包括說關鍵捐商 那關鍵捐商就是大股 就是他們如果實施庫廠股的時候 在實施庫廠股期間 買進買超前面的這些 券商分公司 那就應該是公司派吧 所以我們把它列為關鍵捐商 那地緣捐商就是在 總公司附近的捐商 再來是內部人持股比例 大戶持股人數 這些都可以當作是大股東買超的指標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資料全部拿來 去找出這些數據 它是在增加的股票 那這就是大股東他站在買方的股票 那像這樣子的欄位 你如果是在一個通用的量化交易平台 它是不會有的 只有在我們台灣人自己寫的量化交易平台 才會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好 那最後 這個語法就到這裡 我看大家已經快睡著了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這一次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資源各種引算法交易 那舉個例子講 那個帥董在台下 那個帥董直接跟我提供一個建議說 問我說能不能把 今天股票如果漲停 可是它快打開的時候 就寫一個程式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的 尾買的全部撤掉 然後把現在所有帳上有的 全部市價賣出 那可以的 這個就是我們透過演算法交易所寫的 它其實只有一行 就是完全符合條件的時候 你只要寫 step position 0 market 這個就是全部清光用市價 那各位在你們的牛皮紙袋裡頭 有我們提供的演算法交易的語法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語法其實不是我們獨創的 是狂頭品創的 那我們把它寫在我們的compiler裡頭 好 那非常有彈性 待會我們歐特會跟大家 特別介紹這個演算法交易的語法 好 那 接下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特色是 人可以隨時的喊咖 在過往中 那個美國市場有非常多次 因為城市交易所造成的大崩盤 那回頭去檢討原因的時候發現 每次的崩盤都是因為整個市場流動性消失 電腦在執行交易 當人沒有介入的時候就會變成多殺多 那尤其是沒有流動性的時候 它就滑下滑得非常的厲害 所以最後大家都認定說 在必要的時候 城市交易還是需要人可以介入 好 那人可以介入怎麼介入 因為我們的電腦在幫我們跑 我們不一定會在電腦旁邊 尤其是如果我們相信量化交易 我們應該是電腦在幫我們賺錢 然後我們可能人在墾丁或是在Pattaya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如何控制城市 要如何監控城市 要用手機 所以我們這一次提供了一個服務 就是當你在量化交易的時候 你的APP可以隨時監控你的交易策略 你可以隨時去停任何一個交易策略 或者是你可以按一個鍵 把你所有的交易策略都停住 好 這是加時的電話平台的一個特色 這個特色應該是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好 那接下來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其中一個就是說 那到底下單要怎麼串接 那跟誰串接 好 那在這邊要跟大家說明的是說 在以往交易所還沒有開放API下單之前 我們那時候是用策略雷達 所以你出訊號手動去下單 那所有跟我們合作的券商 我們都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但是在量化交易平台 我們所有的交易全部是自動化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它整個系統牽扯到的是我們的Server 那一端 客戶的PC 還有因為必須要support監控 所以我們必須要support對應服務的APP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們需要找到跟我們志同道合的證券商 願意跟我們一起去開發 一起去發展在APP上面 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今天在這裡非常感謝 這些統一證券跟情義證券 兩位長官大力相挺 讓我們終於可以在台灣做出第一套 完整的可以用PC去跑程式 用手機來監控的量化交易平台 真的是謝謝兩位 好 那最後我還是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在我們的量化平台裡頭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服務 第一個我們會把這個量化交易平台 應用到更多的金融商品 那我們一開始應該會先做美股跟外企 第二個我們希望在這個量化交易平台 可以引進更多的data 除了原物料 經濟指標 還有另類的資料 另類的資料包括Google Trend 我們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寫Google Trend 哪一個產品當它的搜尋超過幅度有多斗之後 我們去買它的相關的股票 好 那第三個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普通股 跟衍生商品間的對應關係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發現說很多人是看個股 然後去買它的權證 或是買它的個股期 那我們希望能夠建立這樣的關係 那當然也有人他是希望說 系產業在當系產業出現訊號的時候 去買系產業的龍頭股 我們也希望能夠建立這樣子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有非常多的朋友 開始在發展AI交易 那我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說我們自己去發展AI模型 我覺得那是應該是不會做不出好東西的 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重置層層 所有的AI模型的發展通通都在Python上面 我們應該做的事情是 讓我們的量化平台去計算各種特徵值 讓大家把特徵值拿到Python上去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做的事情是 我們發展AI 讓客戶拿了我們的AI之後 把它用XS運算文的資料 可以拿到Python的平台上面 去始作 應該講說是去即時的運算 好 那其實API我們已經做完了 那只是說因為發現那個東西 有那個資料的問題 就是我們怕那個資料一出去 然後我們家的資料就都給人家了 所以我們還在想要如何來提供這個服務 好 那這個可以敬請期待 好 那最後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希望能夠從Local Playform 做到No Call Playform 所謂的No Call Playform 就是你不需要寫程式 你就可以做量化交易 那這件事情 非常謝謝經濟部的工業局 把我們納入了創新優化的專案裡頭 我們預計 也希望在明年年底的時候 可以再辦一場產品發表會 跟大家來發表 我們不用寫程式就可以做量化交易的策略積目 好 那最後我花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們做了10年 這10年其實別人都在進步 那我們看到了一些變化 第一個是2008年的UBS的交易是長這樣 2016年變這樣 就是整個現金市場 它的演算法交易幾乎佔了交易量的七成以上 OK 第二個 2018年我們有看到 前五大的HBOM全部走量化 那第三個 這個更可怕 這是到今年8月31號的數字 中國的私募基金裡頭 已經有6家量化私募基金 它的Fundsize超過100億人民幣 所以我們當然覺得量化應該是趨勢 看到這些數字 但是我們也知道在台灣 你要這個趨勢從一開始到 到真的很普及 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就加持來講 我們都花了10年做這樣的產品 我們也願意持續的去改進它 如果趨勢是對的 那我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 在這件事情上做出我們的貢獻 好 那最後這個 各位都是在幫別人賺錢的人 你們幫別人賺錢你們很快樂 那我們加持是打造幫別人賺錢的工具 那我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快樂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這是我的簡報 那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加持資訊的李總經理 為我們介紹了量化交易的趨勢 和XQ的技術發展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一段影片 在影片見看一段影片 在影片出發展 這個影片 可以看到確定 從來看一段影片 適合到破產 在影片下の影片 請問到你們 有請問的確定 請問到這段影片 請問的 有請專門 在影片下間 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邀请到加时资讯的欧坤火副总经理 来为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XQ量化交易平台 让我们掌声有请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大家好 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XQ的强大功能 XQ是负责协助 投资人所有的交易循环 所以我们从盘前选股 我们从盘中可以去做侦测 我们可以拿这些所有的商品 这些策略来做整个历史资料的回撤 我们可以去做虚拟模拟交易 当然最后 我们可以下单到各大券商 所以这些的交易循环里面 我们XQ提供了选股中心 提供各位投资人去做选股的标的 那当然选出来不一定直接去做买卖 所以我们有盘中的警示雷达 去侦测任何盘中适当的买卖进出点 这才是最佳的一个进出场点 不是选完我们就直接进场了 我们当然还有一个制测指标 可以很清楚地显示 我们的这些商品 它的进出场讯号 或是各式各样 你所想要知道的值 再在这一些 现在XQ更进化了 我们现在进入到 整个城市的全自动交易 讲到交易 我们在目前所习惯的城市交易里面 都是什么 都是期货市场 所以他看到的东西都是 价量 技术指标 没了 可是拿这些城市交易 我们接下来进展的东西就是 有很多庞大的现货市场 怎么用 这些的价量资料不够 所以我们提供的东西 不止这些价量资料 我们提供哪些 我们有丰富的盘后资料库 包含基本面的资料 包含技术面的资料 包含财务面的资料 包含筹码面的资料 总共多少 提供900个资料栏位 这些通通可以拿来做运用 除了丰富的盘后资料库 当然 我们还有强大的 即时盘中讯息 现在 连现货市场都足笔抽合了 我们足笔抽合每秒 应该坏市的时候 都还有超过20笔 tick 那这些东西 这样的一个庞大的 tick数量 已经超过我们人力所能负担的一个极限了 所以我们需要利用这些系统 来帮我们监控 我们有逐笔的成交明细 我们可以去监控连续的外盘打单 我们都可以抓得到 因为我们在每一笔的资料上头 都有内外盘的一个标示 当然 我们可以去抓到盘中爆量 我们有盘中即时估计量 所以哪一个商品爆量 我提早就发现 我不用等收盘才发现 我想量比较先行 各位前辈都知道 所以我们很希望去抓到 哪些商品盘中其实量已经出现 我们需要用这个讯息 当然 我们可以去计算什么 盘中的成本线 我们可以去计算 大户的买卖力 当然 我们也可以立即发现盘中 大单 特大单的出现 这些在在通通可以帮我们完成 我们整个策略交易的运用 都是非常好的资讯 所以 讲到城市交易 我想前辈熟悉的 都是什么 Buy Sale Show Cover 这四个指令 这四个指令 对期货市场的人 熟 没问题 对熟悉 已经城市交易 已经在这个市场的人 没问题 可是针对我们现货市场 股票主 这四个指令 其实就有点陌生 因为我们现货市场的人懂什么 懂红单 买进 蓝单 卖出 对不对 不管是做多 做空 反正要卖就是卖 要卖就是买 所以他只懂买卖 他根本没办法去体会 所谓的Show 所谓的Cover 所以这一块假设我们 既要让我们现货市场的人 来学习这一块 其实会有点 它会有点模糊 那所以 现在 XQ提出一个指令 叫做Set Position 我们只要以这个指令 我们可以完成 所有的交易 只要这一个指令就好 刚刚在影片当中 各位也有看到 其实我们打的交易指令 就是Set Position 这个东西怎么玩 Set Position 我们只要决定策略的目标部位 其他的 你要买多少张 卖多少张 全部我系统 帮你完成 统统搞定 你不用管它 你只要Set Position 你的目标部位是什么 这个东西等一下详细介绍 所以我们利用Set Position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我们可以做到单纯买卖 我们可以做到翻单交易 我们可以做到加码减码 我们做分析出场 通通没问题 我们要做最价 OK 我们要三单 OK 我们还可以做到定时 我们可以做到分量 当然最后 库存大清仓 简单 这些动作 通通可以做 不止这些 我们还提供 两个变数 一个叫Position 一个叫Field 做什么用 让我们非常清楚识别 我们的部位 我们之前习惯程式交易的人 做什么动作 都做市价委托 假设我的策略 委托出去就成交 在现货市场 这样东西不实际 我们现货市场的策略 其实更多样化 它不一定会市价委托 所以我们需要去控管 你策略的部位 叫做Position 我们需要知道 你真正成交的部位 叫做Field 所以利用Position Field 两个变数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识别 我们的部位状况 我们可以成交 未成交的所有状况 都可以掌控 开始 但是我们介绍一下 单纯买卖怎么简单 我们的指令里面 就SavePosition 我们的目标部位 我们的价格 所以不管部位价格 我们通通可以做 来 翻单 想要多单 目标部位 目标部位不是你要买 不是你要卖的张数 是你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最后要达到一张 我要达到多方一张 不管你的手上 按有多少部位 假设你空手 叫做买一张 假设你手上是空方一口 这时候应该怎么做 他会自动买 买回你空方 回补你空方一口 再买一张 叫做目标部位 目标部位就我帮你达成 所以中间到底要买几张 买几 卖几张 通通我帮你系统做掉 所以我要翻单交易怎么办 多方条件成立 我就SavePosition1 空方条件成立 我就SavePosition-1 完成 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加码 我只要SavePosition 让我的Position加1 所以我就可以做加码 加一张动作 我减码就Position-1 很容易 所以都不用去考虑买卖 show cover那个东西 对现过这张真的会有点模糊 我们可以做什么 分批卖出 假设我们要分三批 第二批怎么做 SavePosition让我剩下部位是我的库存的三分之二 意思是什么 卖掉三分之一 第二批 我让我的剩下部位剩下二分之一 所以意思是什么 卖掉二分之一 最后SavePosition全部卖光 所以我很简单 利用这张指定三次 我就得到分批交易的动作 我可以做追价 我有一个Express的一个函数 可以让我针对价格做任何的设定 这个价格包含你不管是设定收盘价 你可以用GetFear的设定涨停价的下一档 下两档 你就Express的涨停价-2 你可以做四价委托 你可以做尾一价尾二价 全部都可以 全部都用这样子做 还是SavePosition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做三单 委托单没成交怎么处理三单 所以我只要SavePosition Fear的 所有委托单没成交的部分我都删掉 户存已成交的东西不动 我还可以做什么 定时分量 我只要去侦测我的时间 现在的交易时间 距离我上一次交易时间 是不是达到我要再下单的动作 所以定时动作我都可以做 这些法案件很好用 我要为了我要整个交易 比如说在交易时里面 我要为了整个交易 是交在平均价格 定时委托 应该大家都应用这种技巧 所以我用定时分量 其实是很容易的 量我自己可以计算 所以量也是一个变数 Quality变数我都可以自己计算 所以我到底要多少时间 委托多少量 通通我们可以掌控 当然没有问题 库存大清仓 简单 sepacency 0 就结束了 所以这些 通可以帮我们完成整个交易 非常简单 XQ还有一个特点 叫做我们可以多商品多策略 同时进行 这动作在哪里 多策略我们可以委托在同一账户 我们也可以委托在不同账户 假设我委托在同一账户的时候 会形成什么现象 ABC三个策略 针对同一个部位去做买或卖 这时候有可能A策略买 B策略去卖 那或许这样策略 不符合我们实际现况 所以我们也可以进行什么 进行多策略 个别控管它的部位 同一个在同一个账号里面的 互存股票 我可以分别配给A策略多少张 B策略多少张 C策略多少张 所以接下来 A策略买的股票 A策略负责卖掉 B策略买的股票 B策略负责卖掉 全部都不会互相干扰 这样的东西大大精简的 我们整个系统的复杂度 对于整个策略的发展运用 我想应该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库存部位 当然我们也可以抓到 我们库存的平均成本 一样分别记录分别计算 可以让各个策略精准计算 它自己的损益点 有了这些策略交易 学习整个量化平台 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那这个部分 我们XQ也准备好了 我们有庞大的策略 我们有超过1000个以上的 免费脚本 提供给投资人参考 这些脚本 不管是在选股 不管是在警示 不管是在指标 不管是在交易上面 通通有 五码显示 全部都可以copy 可以学习 可以善加运用 全部都OK 除了这个 人才 我们也准备好了 加持资讯 投入在各大专业校的教育训练 XQ 城市教育训练 超过五年 我自己心里下去跑了 所以我们有超过20间的大专业校 全部都在配合这样的东西 这些同学在学习什么 学习整个城市教育语言 学习整个策略的概念 学习他用虚拟账号去做竞赛 做完竞赛 以后这些同学进到职场上 做什么动作 切换成券商账号 其他的环境完全都没变 无痕切换 他可以立即成为各大券商的激战力 都没有问题 那讲到城市交易 其实最麻烦的是什么 城市交易我们是在用脑筋在赚钱的 城市交易最麻烦的事情是借接API API是很IT的 是很IT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城市交易的麻烦 现在我们使用XQ 完全不用借接API 使用XQ 不管是报价 不管是交易 等于是API都借接好了 所以你只要使用 这样产生什么效果 各大券商 投资人不管怎么样 他省掉开发时间 他省掉借接时间 他省掉违运时间 他省掉这些人力成本 非常非常大 这所有的一切一切 我们XQ 全部 Ready 以上报告 谢谢各位 谢谢欧副总经理 欧副总经理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 set position 就能让城市来帮你轻松 有精准的来交易了 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群艺人机对决的两届冠军 市场之力超过30年的大师来宾杨云祥 来跟我们介绍XQ的实战应用分享 杨云祥曾经带过多家的券商 参与上海股指期货的高频交易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热烈来欢迎冠军操盘手杨云祥上台 加持资讯的许董李总还有各位贵宾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很荣幸 因为在下面这么多神级的草版人面前叫我来分享 我真的是蛮荣幸的 那我想说我今天用几个案例 就是我用在今天刚好贾总也在 在之前这个群艺人机对决里面 两届冠军我大概是用怎么样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案例 那配合这个XQ我们讲说 这个全球赢家上面的一些量化的一些运用 我等一下来讲一下 那我先大概提到 因为也不是什么秘技 就是说其实这个策略的运用来讲 就是说大概在15年前 这个策略就已经生成 那这个策略的生成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 当时的一个概念的架构 因为这个策略主要是做 当冲跟格子冲为主 所以它以量为主 就是先量再架 量比架先行 所以当时的一个量的行为来讲 所谓用的是一个所谓预估量 那15年前基本上还没有这种 预估量的一个运用 所以我是自己去生成这个预估量 也就是说大概那时候 因为资源也有限 机器也有限 所以那时候是每分钟 去测这个所谓的预估量 因为预估量是一种 所谓凹动量的一个行为 所以去算这个机器 把这个量算出来 那量算出来以后 基本上当然就是 有量的股票在盘中 9点多已经去估算它收盘的量 所以这些量有攻击的行为来讲 就是说它今天会有波动已经出来 那先量再架 架的部分就是说量增价涨的部分 大概追价的这种意愿就会比较高 量增价跌这种所谓的往下机会高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 就是它来切割所谓做多做空的一个区分 那最后这一块来讲就是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变成透过所谓的一个形态 价格的形态里面会有所谓的做多形态 跟做空形态 那多空的形态里面 事实上这个是 它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行为 它已经是把它做成一个 所谓程式化的一个部分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组合以后 那它会让它产生一个 今天比如说在做多里面 它是一个强势攻击的行为 那当然是我去做所谓的一个 短线的一个交易 我们讲说当冲 或者是在售盘做一个隔日冲 那这样的一个策略里面 我大概来分享一下 像这样的案例就是说 在这个XX上面去写出来一个这样的行为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左上角这一块是属于做多的一个形态 做 抱歉 那左下角这一块有没有 就是一个做空的一个形态 那这一块来讲就是说 它会在9点多以后就大概开始算出来 那算出来以后 基本上我只要从这边来讲 进行所谓的一个多空交易 那比如说我们讲说 先锋它可能在9点15分 它已经估算 它今天会爆出9倍的一个量能 那这个量能可能是怎么样 它不一定是对比昨天 是对比过去一个 它真正平均的一个量 量的一个基准 产生一个数字 所以它的一个介入点 可能会介入在所谓的这个落点 9点半之前 所以可能它在十几二十分钟后 它就可以达到它的一个 停力的一个行为 相对做空也一样 就是说 这个行为里面就是说 过去来讲 你必须要从这个K线的行为 从K线的行为 跟当天的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 当日的一个走势里面去发现 今天可能有这个价格的 一个波动的行为 那如果透过程式化来讲 它就怎么样 我完全不用去理会 就是我把我的逻辑 已经写在这个程式化里面 那当天我就要透过这样的 一个行为里面 快速去找到这些股票 然后直接把怎么样 股票做切入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策略里面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这XX里面 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 蛮简易的一种 就是教育的一个语言 它也是一个e-language 所以对我这种所谓只有 这个我们是 资管毕业的一个情况下 它还是能够写出 这样的一个教育程式 那这一块来讲 你看到的是说 它可以把很多东西 基本上就是把它条件化 那对于这个所谓的预估量 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程式 那XQ也是把它用成 所谓的一个函数化 所以我是可以取出它的函数 怎么样 直接拿来运用就好 所以 这边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我把这些怎么样 交易条件 转化成一个message 然后直接它就可以 发现这个行为条件是成立的 那直接转送到这个 我们讲说讯息平台 就是所谓的雷达 雷达就是转送到 我的讯息平台里面 让我去发现 然后快速来做个交易 好 所以这样的行为里面 你会发现就是说 对我的交易来讲 它就是一种所谓的 过去的一种 就是所谓的一个行为 行为模式 如果这些行为模式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行为模式 就是过去它的一个惯性 比如说 这是一个创低的形态 黑棒这个创低的形态 那必须它有一个 爆量的行为里面 产生的这个黑棒的形态 那代表说它当天怎么样 下跌距很高 隔天怎么样 再创低的机会也很高 那可以透过这样怎么样 去获取这个所谓 短线的一个几率 那这样的交易行为 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所谓的 我们讲低盈亏比 低盈亏比会产生高升率 高周转 而产生什么 高收益 我后面还会讲一下说 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它发现 发现的价格的弱点 都在这一区的情况下 它可能可以产生 这个价格的隔天的延伸 可以赚到这样的一个 短线的一个几率 那另外来讲 刚是一个当冲的行为来讲 还有一种所谓的隔日冲 那隔日冲基本上就是说 对于交易来讲 不只是当冲的行为可以做 因为隔日冲 我刚讲的就是说 当天的行为 如果它是很明显的一个方向性 它有时候会延伸到隔日 所以对我来讲 交易是做今天跟明天 我只看今天跟明天 所以这样的行为里面 它还可以怎么样 做到就是说 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 它可以做所谓的 类似移动停力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 如果它是连续的喷发 就是说 今天我进场之后 隔天 它是一个所谓的 向上攻击的行为很明显 那我可以怎么样 不一定说马上要出场 而是等它怎么样 这个停力的行为是等它怎么样 有反转的行为 再做出场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这种 所谓的移动停力的一个模式 好 所以这样的行为来讲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对于程式运用来讲 就是说运用在这个量化的部分 它就怎么样 比人怎么样 来的反应快 因为一般来讲 就是说 当我们在发现 某些股票 今天可能是弱势 可是有可能怎么样 今天是弱势 收盘变怎么样 强势 所以对我的交易来讲 有可能同一支股票 开盘前是做空 收盘后是怎样 做多 所以这样的行为 就类似在这次的比赛里面 发现说像佳燕翼这一支 佳燕翼这一支 你可以发现 刚看到这个图 基本上它在这个位置点 这是一个真正的比赛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 在这里基本上本来是做空 结果隔天怎么样 隔天它是一个跳空开地以后 它可能就赚到 比如说百分之三百分之四的一个收益 可是到收盘前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多方的一个形态 变成一种反弹的一个攻击的形态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到后面的行为里面 它在11点多转化成 它是变成一个多方的一个行为 所以变成说 这里是一个 把昨天的通单补掉 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收益以后 它到收盘怎么样 又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进场的一个行为 那是进场就跟什么 早上是什么 完全反向的行为 所以就是说 城市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它怎么样 跟人有时候是怎么样 不一样就是说 它的判断行为怎么样 速度会加快 那这个来讲就是说 基本上透过这样的行为 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就是刚刚一样的图 就是说 这一次的一个比赛 能获得这个冠军 坦白讲 就是说 因为这个样的一个模型 对我来讲 已经run了15年 那run了15年 基本上现在有 股票期货 那股票期货就是个高杠杆的行为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是7.5倍的杠杆 所以 我在这个比赛的前四天 我记得在交易的前四天 大概总共的收益就100%多 这样懂我意思 就是说 它透过它7.5倍的杠杆 加上这样的一个行为 你可以看就是说 这个是 试错钱的一种行为 那试错钱基本上可能因为 它昨天是一个 变成一个攻击的行为以后 隔天在试错的行为 然后把它的骨骑怎么样 直接拉高 所以庭地的行为里面 在这间庭地 就达到当日的一个收益 达到32% 所以 就是说它可以配合 就是现货跟期货什么 同时来运行 好 那这个户头的展现是这样 就是说 在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 然后 这个杂志社跟我有聊到 就是说 一般看这个书的 它觉得说一般的小资族居多 那看有什么方法说 可以引导这些小资族 来做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我认为说 一般的小资族 如果拿出30万 我觉得大概是一个上限 那有没有可能用一个小资的行为 然后能够获得可能一个大的一个收益 所以我当时想说 如果我投一个30万 那我两年有没有机会达到300万 我觉得这是可能 因为之前我曾经有过200万 两年做到2000万 所以我就投入所谓的一个30万 实际怎么样 去来运作 我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展现说 确实它是有这个机会 那这个30万是这样 30万现在是接近两年 那今天已经突破500 已经到500万 那为什么到500万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这个交易 刚刚你看到这个模型 虽然它是有人工的一个交易 可是它基本上 它的资金的周转率 大概每个月是50倍 我可以达到50倍 那50倍的周转也代表说 原本的30万的资金 我每个月大概做 来回做3000万的一个交易量 那现在来讲 我一个月已经做到 1.5亿的一个交易量 为什么 因为当我赚到钱之后 我在投入收益的30% 做为什么 本金 所以这样的运作来讲 就是现在来讲 等于它的本金是150万 所以我应该要做到1.5亿 那平均的收益来讲是1000万 大概可以赚到大概7到8万 它是一个很稳定的轨迹 所以对这个户头来讲 它现在是24个月 那它24个月是没有负收益 也就是都是正收益 所以它是没有月回档 没有月回档 所以我也是很惊讶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那这跟现在的一个行情有关 为什么 因为现在对于多空来讲 它是很平衡的 也就是说 你基本上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对散户来讲是有利的 那另外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说 一这样的行为里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的升率可以达到86%左右 那这个也是因为什么样 城市来辅助你怎么样 达到你找到很多股票怎么样 可以下出这样的一个周转率的 所以这是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它就是所谓的一个 我们讲说它是怎么样 低 低盈亏比 高胜率 然后高周转产生高收益 就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户头到目前是做到13亿 那我觉得说明年大概有机会 可以做到是大概40亿左右 也就是说一这样的一个估算 就是30万可以做到大概1000万 所以我认为说明年这个户头 应该可以做到1000万 大概是这样的案例 那其实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过去 也不只有做这样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交易 那现在我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型 我是希望可以跟XQ合作 就是把它运用在 完全自动化的一个层次交易里面 因为这样基本上这个量 可以再达到大概4倍的一个交易量 也就是说 如果是它现在可以做到13亿 那如果用完全程式化应该 可以做到50亿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数字 那我想说因为 因为这个户头 基本上也是下载这个群毅 所以今天我想说 我展现的只是想说 这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杨云翔的XQ实战应用的分享 现在让我们再度来邀请到加时资讯的李总经理 再度上台 利用简短的3分钟 跟大家做个总结 也感谢各位来宾今天的力量 让我们掌声有请李总经理 不好意思 又是我 那那个 今天呢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最后呢 那我也用3分钟的时间 那有几件事情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说 那些加时是如何去选择 你接下来再开发的产品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个广告 我们大概有两种选择的标准 第一个是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它是不是在趋势上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个逆势的产品 因为逆势的产品 随着趋势过去了 它就会消失了 第二个是我们在选择 我们都希望把原来很贵的东西 让当我们做完之后 可以让大家不要付那么贵的钱 就可以享受到 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所以根据这样子的原则 我们做过了MoneyDA的盘后 那原来盘后是很贵 你要买 当年是买台湾金星报 那我们做过的VIP看盘 是用在web上面可以看盘 那我们做了放DJ 我们做了XQ全球赢家 让大家可以在一个单机上面 看到中港台美日韩 六个交易所的报价 那我们去做了这个付委托 那这两天我看到付委托 开户数超过200万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当年我们刚开始做付委托的时候 其实真的市场上做付委托的客户不多 好 那我们也做了ETF 那当然大家会说 APP在趋势上你们以前怎么不做 那不好意思 APP它符合了这个 不会金融的 它符合在趋势上的原则 可是它不符合不会金融 为什么 因为台湾在有APP的时候 就很便宜了 各位 对不对 其实不需要加持 它就已经变得很便宜了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去做APP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感受到 在APP上面可以发展的 还有非常多无限的可能 所以我们才回头去做APP 那再基于这样的原则 那我们会持续的去开发 这个量化平台 好 那今天呢 就是说这个量化平台 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到 把很贵的东西变成 让大家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来运用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运用 好 那刚刚介绍的蛮多 都是属于短线的 其实我们的量化平台不只做短线 那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量化平台 它可以跑出一些主题式的投资 那搭配现在的零股交易 我们可以做零股交易的定时定额 那今天的牛皮纸袋里头 我们有提到了有一个 选股的策略 那个策略 我印象中五年应该是 可以做到200多% 好 那第二个是 对各位那个我们投信 或者是投顾的长官们 可以透过量化去做一些 量化的基金 那这个是做得到的 那接下来就是 其实我们在不管是经济业务 或是投顾来讲的话 也可以发展你们的 云端策略中心 由你们来提供给你们客户 一些量化交易的策略 那对于各位这个前辈们 就是我刚算了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的长官们 加起来每一天的日均量 应该是超过100亿 那对各位来讲的话 你们可以做的事情 是可以把你们原来要人工去下单的 人工布单的 全部可以让电脑去布单 那所以加时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平台低成本的 去做出原来做不到的事情 或者是说很贵的事情 那最后容许小弟我撒一下狗血 是今年4月29号 我写在FB上面的一段话 这代表了其实是加时的心情 就是我们其实很像那个 当年做苏联T34坦克的克什金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就很多人问我说 你当基金经营人 为什么你不继续当 为什么你要来做加时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我们国人的武器 可以在全世界的金融投资竞争里头 让我们的国人用我们自己的武器 可以跟别人竞争 所以我其实不只是希望我自己赢 我希望台湾有一千个一万个操盘高手 有一千个一万个量化高手 当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台湾就会变成华人的资产管理中心 这是加时我们200多月同仁 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也希望那一万个人里头 有一个是我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知道大家会有很多的疑问 大家虽然看了牛皮紙袋的文件 可能会不见得知道 有很多的想法 那请大家不要客气跟我们的人联络 然后上面有一个QR Code 你把那个QR Code 扫下去的话 你可以有 有那个测试的 有程式跟测试的账号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那个线上 参加我们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参加 今天算是风雨雇人来了 非常感谢各位 好 那之后还有很多地方 要跟大家请教 谢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大家 再一次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